她叫龙孝天 曾是香港江湖上的顶级黑大佬 如今黑道没落 她转型当起了政党商人 龙孝天有意情人小丽 后者也是她的提身秘书 这个女人胃口很大 龙孝天给她买了别墅豪车 都不能填满她的野心 终于在向龙孝天要上一现金失败后 小丽选择报复对方 她走进警局想当污点证人 只认龙孝天曾经犯下的罪责 小丽的背叛让龙孝天坐不住了 她自欠恶从伤以来 没有发过这么大的货 撕掉领带扯开西装 龙孝天来到会议厅 此时的她不再是温和的商人 而是回到几十年前 叱咤江湖的黑大佬模样 她派出绰号雌雄双杀的黑道最强杀手 是要小丽付出惨痛代价 与此同时 警方正派人护送小丽去往法庭 负责保护她的是香港警局两位最强打女 赛峰和小盼 行驶途中 一圈携着摩托的人拦住警方去路 不用想也知道是龙孝天派出的雌雄杀手 正在赛峰和小盼疑惑之时 道路警盖打开 里面出现一拿着手雷的男子 他扯开拉环将手雷扔在警车下方 随着手雷暴走 警匪大战拉开序幕 小盼赛峰枪法入神 以枪一个飞车倒 男子健壮向其扔出手雷 赛峰小盼临微不软 瞄准空中手雷扣动手中扳机 男子死后 摩托当中一伸着红衣的女杀手 怒了 因为手雷男便是他的丈夫 女杀手轰下牛闻 指挥手下和他一起冲向赛峰小炮 赛峰驾驶一辆汽车拦下重杀手 几辆摩托顺势倒地 女杀手知道大事已去只能仓皇跑路 经过这次事件 法院决定延期控告龙孝天 警方在这段时间 更是要保护好污点证人小黎的安全 女杀手失去账户 不用龙孝天加钱 她已打算向两位女警复仇 调查出赛峰也有老公 女杀手开始自己的计划 她利用自己的姿势 趁赛峰不再诱惑其老公 或者轻易上岛 结果在做那傻之时 女杀手暴露了自己小日子过得不错国的本性 原来她喜欢虐待男人 一番翻云覆语 赛峰老公被咬得不轻 回到家里 一脸伤痕的她被赛峰一眼看穿 赛峰老公也不藏着掖着 她向妻子坦白自己出轨 和被神秘女人蹂躏一事 赛峰很生气带着老公来找神秘女 当对方穿上红色机车服 赛峰认出了对方 但一切都太晚了 赛峰和老公被女杀手带走 途中 小潘在回家路上撞见几人 警察的直觉告诉她 赛峰被挟持了 女杀手将赛峰和她老公带进一废弃仓库 为替死去的丈夫报仇 她先是当着赛峰的面 再次蹂躏对方老公 然后安装好定时炸弹随即离开 没走出多远 女杀手就碰到了小潘 双方进入混战 而赛峰这边 她让老公将碎掉的玻璃片踢过来 试了几次终于成功 赛峰用玻璃片割掉绳子 然后一脚将炸弹踢飞 逃出生天的她听到打斗声 赶到现场才发现小潘和女杀手打了起来 赛峰加入战局 在两位警方最强打女面前 女杀手根本不堪一击 几回合下来便被两位打倒 就这样 龙啸天派出的雌雄双煞 尽命丧警方之手 眼看开庭之日就要到了 她只好找来曾经的好友江叔帮忙 后者曾是警方探长 几十年前 江叔和龙啸天的关系 就如同雷洛芬宝侯 如果小莉指证龙啸天 那么江叔肯定也会跟着遭殷 帮龙啸天除掉小莉 也就是再帮自己 奈何江叔已经退休 她也没办法了解到 小莉被警方藏在哪里 龙啸天调查到江叔有一女儿在当警察 她想让其帮忙找出小莉 江叔不想托女儿下水拒绝了龙啸天 或者怒了 现在的情况可不允许他们悠柔寡断 私底下 她将自己和江叔的照片寄给对方女儿 龙啸天此举原因有啊 已是将江叔女儿亲扯进来逼江叔出手 而是让对方女儿知道 自己父亲和她是同一船上的 杀掉小莉也是在帮自己的父亲 而江叔的女儿不是别人 此人正是小畔 小畔知道父亲和江叔的关系后 她来到家里质问江叔 江叔知道被龙啸天摆了一道 她只能承认自己和龙啸天曾一起合作 小畔劝父亲自承 但江叔表示 她和龙啸天曾谋杀过很多警方人士 就算做污点证人也是无期投行 随后 江叔一改面容 她让小畔不要多管闲事 毕竟对方只是当年从路上捡男 而不是亲手女儿 江叔用难听的话骂走了小畔 老人家的做法很明显 是在保护女儿 来到龙啸天办公室 江叔指责对方将小畔牵扯进来 龙啸天则认为 自己是为了兄弟们的安全 现在可不是犹豫不决的时候 江叔目了 她对龙啸天说了一句谢谢 后愤然离开 看着江叔走后 龙啸天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与此同时 小畔在加利斯来想去 为了父亲 她还是决定 背弃自己警察身份去做一件事 晚上 小畔偷偷潜入警方藏小略的别墅 来到房间 她果断开枪干掉了小略 然后与警方火拼一阵后 抢过一辆摩托船公跑路 小略死了 小畔想将消息告诉父亲 来到家里 坐在沙发上的江叔表情明显不对 原来是龙啸天派的杀手 早已将其挟持 江叔为保护女儿替其挡枪倒地 小畔与杀手打作一团 关键时刻赛凤赶到 她听闻小畔杀害五点证人小命 特意前来问清人员 不想刚好赶上这一幕 一番火拼 龙啸天的杀手被两位打女干掉 看着父亲的尸体 小畔决定找龙啸天报仇 赛凤了解到事情原委 她阻止小畔单独去找龙啸天 不想小畔心意已决 因为现在父亲和小畔都已去世 靠法律已经制裁不了龙啸天 赛凤作为警务人员 自然不会放小畔离开 两位好友动手 几招下来赛凤被制服 之后 小畔包扎好伤口 准备好武器穿上防弹衣的她 静止来找龙啸天算账 此时的龙啸天 因为小畔被杀江叔去世 就没了后顾之鹰 不想小畔早已潜入到了她的宫地 最后的决战终于打响 龙啸天手下中动 总是小畔再怎么永远也难以招下 她渐渐陷入苦战 好在赛凤及时赶到 她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帮好友报仇 两位最强打女再次集结 赛凤帮助小畔牵扯龙啸天手下 小畔则跳上卡车 一脚将准备跑路的龙啸天踢下 或者背擒 而这时龙啸天的手下 也拿枪赶来 杀死我您也没命 怎么 不敢开枪呢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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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不要说我替你加油 你不要说我替你交救我 你 我替你交救我 我要 我们下次再见